现在投審会对于Uber的投资许可 目前有结论了吗 那件事情我们经济部做完详细的分析 就是Uber还在做行政诉讼 所以那个Uber还没有结束 所以在它行政诉讼结束之前 它并没有落入经济部投審会的管辖范围 所以我们需要等到它的行政诉讼结束 同时跟交通部谈完整个的行政处分 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才会进入我们投審会的管辖 不过我们经济部的标准跟思考这件事情的原因很简单 我们认为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工作权的保障 那么它应该缴税这些问题其实是不容置疑的